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去一个最棒的地方就是我们在1月12号跟我们国际卫视跟新年华假期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到中国的春城 因为很多人想说1月份到中国旅行会不会很冷 所以我们选择中国的春城 就是说一年四季呢 四季如春 也对了 在哪里 昆明 大理 丽江 云南省的昆明大理丽江 去过没 没有 但是听过很多很多有关于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哪里 好 你告诉我你听过昆明大理丽江 哪些地方 我应该 我最有印象就是丽江 丽江是这个800多年历史的古城 而且是世界文化遗址 这个答对了 那大理呢 大理呀 天龙八部是不是 对 如果说 只要说电视剧在哪里拍 就像很多人来我们美国 一定会去迪斯奈跟环球影城片场 所以当我们到中国大陆呢 尤其一想到昆明大理丽江 天龙八部 我想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 连续剧 它是天龙八部影集的拍摄基地 而且我们不光光只是去参观 我们还会去看一个非常大型的秀 这个大型的秀 大到你会觉得哇好惊讶 很值得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最厉害的 它每一场秀都让你很惊讶 我们去看这个天龙八部 这个很大的秀 这个秀呢 我们是国际卫视跟新年华假期呢 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当然还有一个更棒的秀呢 我之前我印象我去看的时候 是它的首映会 去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那个场面的浩大 我就讲嘛 中国呢 最棒的秀就是 让你感觉它就是 很多秀就是 整个山然后呢 上几千个这个演员在里面 然后穿的那种古装的那个衣服 整个秀呢是有剧情的 所以它其实利用的这个 整个背景都是自然天然的 然后它在海拔 三千一百米的地方 你想看看 那个山是多么的雄伟 对 其实呢 中国的呢 这一种大的秀呢 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看 这个也是送的吗 对 没错 你真棒 所以呢 为什么很多朋友呢 喜欢跟新年华假期 很多朋友听到新年华跟国际卫生 哇 又有好的这个节目呢 要带我们一起去旅游 所以很多朋友呢 都会掌握这个机会呢 跟着电视台 跟着新年华假期呢 我相信绝对是物超所值 所以这个印象力将的这个秀 是少数民族超过将近一千个演员 少数民族 对 然后呢 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呢 这个赤资2.5亿 人民币打造出来的 没有错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壮观的 没有错 连续两场秀都是免费送给我们观众朋友 太好了吧 对 所以等于观众朋友呢 一参加这个团呢 你已经先赚了差不多150块的美金 对 然后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丽江去旅行 有一城 一山 一湖一定要去 那个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丽江古城嘛 没错 那这个一山到底是哪一座山啊 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 对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美哦 对 其实它这个名字没以外呢 真正的这个玉龙雪山呢 你看了你也会觉得它很美 哇 然后呢 在这个 我印象很深 我几年前去哦 然后在车上就 那个导游就很自豪的说 来 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呢 你往前看这个就是 我们最得意的玉龙雪山 哇 光听老师这么讲我就好想去 好 我们有去玉龙雪山 然后我们还会去玉泉公园 对 我在这里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喝一下它那个玉泉水 听说乾隆皇帝觉得它非常的甘甜可口 然后喝了之后可以让你长寿哦 然后还会变得很漂亮 来 记得要喝一口 对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免费要送给大家那是什么恐龙 它叫恐龙壳 也是一个景点的门票 也是送的 没有错 所以我想呢 这一次呢 所有观众朋友呢 跟着这个国际卫视 跟着我们新年华假期呢 一起到这个昆明大礼丽江 明年1月12号 等于在明年的开年呢 送给自己一个最棒的礼物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昆明大礼丽江 我相信呢 那这整个路程呢 一定是充满了欢乐 充满了欢笑 让你眼睛所看到 所感受到的呢 一定会让你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程 当然呢 在这个旅程上面的安排呢 这个住呢 我们是全程住五星酒店 然后呢 我们的吃呢 都是当地的特色餐 其实对 我常常觉得去旅游呢 就是要吃得好 住得好 玩得开心 对 所以我们有吃到特色的云南料理 像什么云南的鸭 然后呢 普洱茶一定要喝 一定要喝 对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文化 没有错 文化古城 然后文化历史 连天龙八部 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 没错 然后还看到了恐龙的化石 恐龙壳公园 对 这也是世界创了金氏记录的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旅游呢 其实是这个 除了我们看这个 中国的山水以外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 知性感性的 这个结合的一个旅游 我觉得这个行程排得非常的好 的确 对 好 我们今天呢 就非常谢谢曾老师 我们就来一趟 知性感性的文化之旅 全程是八天 八天 我们从洛杉矶出发 对不对 对 好 如果呢 是住在其他地方的朋友 欢迎打电话来问老师 有没有这个团可不可以报名参加 没有错 别州呢 我们也很欢迎我们除了洛杉矶以外地区 比如从旧金山啦 从纽约各地出发的朋友呢 你一样打电话来呢 让我们新年华假期的同仁呢 为大家找一个最适合最棒的这个时间呢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呢 有一趟最棒的昆明大里丽江 最棒的旅游 耶 1月12号 好期待哦 赶快 我们组团一起出发 谢谢曾老师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